字幕君 歡迎收看時代職球總會特甲組聯賽 香港廢青對黑風兵團的賽後精華 香港廢青就穿起粉紅色衣服 而黑色衣服的就是黑風兵團 黑風兵團的教育攻勢 回到他在邊路那裡 三個紅衣圍住就被他傳出來 結果射處 有些可惜的因為已經打穿對方的防守 但教育球攻勢這邊就輪到香港廢青的攻勢 兩個困兩個最後一塊腳一撥在龍門位置 但龍門很集中的立即落地接實了 看到黑風兵團的攻勢 中間有兩個去迫 但看到地下濕也不是迫得太肉緊 讓他做一個撞場再來一塊腳射 香港廢青龍門都雙手擋一擋再接實了 黑風兵團的角球 開個中腰球出來 其實都接近地球 快到一射撞處彈出 幸好有個粉紅衣立即解圍 這邊看到香港廢青的攻勢 在左路道做了一個多漂亮的三個短拳 壓到中線位置 中間有隊友的決定自己來 黑風兵團龍門落地擋出 然後這邊開個龍門球出來 龍門未回好位 現在才回好 這裡有少許線 脫了腳 立即被人快腳射 這球有少許危險 因為龍門走去撿 一球回來 開了一球 龍門還未站定位 那這些情況有少許危險 下次要注意一下 這裡傳了個球到中路 打了給隊友 再發腳一射 今次沒問題 射穿網 那個球貼著地 球速都很快 香港廢青先領先 1比0 看多次馬景浩這個入球 其實是香港廢青在中場開始做的組織 三腳球傳到給馬景浩 立即想都不想 空一空就就射了 打開紀錄了 這場球其實雙方節奏都頗快 都頗多埋門機會 看看入了一球 會不會得勢不要人 再來一球 不過這球就吃得不太硬 發不到太大力 龍門都拿腳擋出底線 這邊看到黑風兵團 打算抽上去散眾人 分回去左路 中間有隊友 會不會被他 被後射的隊友 再給他 再射過去 這球再到尾西多了少少 其實這球很漂亮 飛的軌跡 就是多了少少西 上半場打成1比0 下半場就由領先的香港廢青開球 這裡看到黑風兵團一球角球 開出來 一跳一頂 有了 龍門其實是到的 但是撞到龍門再入網 追成1比1平手 看到地面都已經乾了 希望雙方發揮得好一點 今次入球的是黃敏晴 黃敏晴 一跳一頂都很漂亮 黃敏晴跳起的時候 其實附近沒有粉紅衣 跟他搶頂 只要球開得漂亮 其實他頂到也很大成數 這球開出來 回給他 是否做個撞場 還是自己來 找到中間有隊友 拿得不算太頂 收正了 給他 再射過去 這球就偏離了目標 應該就散到人 所以之後就有角球 看看角球怎麼處理 他首先開的時候都指一指 叫隊友後上 結果真的有隊友後上賣去 一頂 但可惜又不中目標 但是挺有心思的角球 接著看到黑風兵團的反擊 傳了進去 發覺一射沒問題 二比一反超前 其實這球也是由陳家智發動的 之後他一路跑到禁區裡 隊友都心有靈犀地傳給他 他已經領先了其他粉紅衣服 走到小禁區頂的位置 把球掃進去 過了分多鐘 又有一個黑風兵團的攻勢 又傳到禁區裡 這球拿得不算太頂 結果給了隊友 隊友再分給伏兵門前的28號球員 射成3比1 看看梁浩天的球入球 其實他在後面一路跑進禁區 現在還未見到他 現在終於在畫面出現了 見到龍門殺出來 馬上傳給梁浩天 梁浩天就做一個比較輕鬆的動作 整個龍門在前面一米位置都不夠 而且還要是空籠 又開上去被粉紅衣截到 拳都上去 K角位有 回到禁區頂會不會自己離一腳 自己離一腳 這腳勁度都大 龍門雙手擋出 繼續都是粉紅衣攻勢 入到禁區裡再射 可惜這球就吃不應了 射了出界 時間無多 看看球證還比不多 結果球證也是吹完場 最後黑風冰田贏3比1 入面 入面 等於小火 入面 入圓